節目開始上菜囉 記得訂閱11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IG可以打電話 我是直接打電話過去 因為我要看你這買家 到底你現在是要騙我嗎 打電話過去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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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有一點 跟太太有一點氣 就是我們都說好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候 破功 對 破功 女人是沒有原則的 遇到小孩的時候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 先解決當下的問題 我現在是常被小孩嫌棄 你就是這個也不會 然後那個app你也看不懂 你就下載 就是講沒問 多問兩句他又不耐煩 我就想起以前我對我 那うん 不嗆 不辣 不上桌 沒有 precis 現在兩個小孩 對啊 兩個女兒 時間從來妳會想要生嗎 會 我還要生更多 妳很愛小孩 我 loves小孩 我只有女兒 當然女兒很好 但是我很享受當媽媽的體驗 我老婆也是 她跟我女兒像朋友 每天都溺在一起 然後她們是真心的 從這當中得到快樂 我真的得到快樂 因為像我看我的女兒從小 就是在排在鬥尿布 然後你要餵奶什麼 到現在慢慢長大 會有思想 會體諒你 然後會跟你討論 會跟你聊天 就很可愛 以前的養兒防老 那我現在都推廣新的觀念 小孩呢 永遠的朋友 這句話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小孩又不是狗又不是貓 就是說小孩 你不要期待說 他以後會賺錢來養老 而是說你 陪伴 把他當成陪伴 照顧 然後看他開心 對不對 其實我們對待寵物不就是這樣 但現在年輕人不這麼認為 現在年輕人 不婚 不生 尤其如果勉強結婚了以後 他們會跟另外一半講 我跟你結婚歸結婚 那也是你逼我要結的 但是生這件事情 他就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了 因為小孩要很龐大的責任 然後那個時間很長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來 請教我們的來賓們 關於養育小孩 我們有兩種人 首先我們來歡迎我們的熱草團 好 以及我們的爸爸媽媽們 我們的營養師宋明花 哈囉 大家好 來賓 宋一璇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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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璇 蘇嶼 好 我們現場唯一的爸爸 鱷格友倫 謝謝 謝謝 好 西姬拜拜 這個連頭小孩難拜 對王路上難關重重 我們看我們家長們的養小孩 遇到哪些什麼問題 對 現場有未婚 沒有小孩的要聽聽看 你們到底以後 聽完了敢不敢生小孩 好 來 我們先來一個 這個很多爸媽有共鳴 人手一台平板 智慧型手錶 對 這是我碰到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現在小孩 真的常常會碰3C 那我覺得 如果是像平常生活上 我們其實是可以管得到的 我就覺得還可以啊 我可以自己決定 我的小孩要不要碰嘛 但是現在不行了 像我家的小孩現在小三了 學校就是要他們使用平板 對啊 對 交作業什麼通通都要使用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我到底真的要給他一台嗎 可是給他其實說實話 自己又心裡又不放心 對 因為他不是只是做作業 對不對 他抖音一響 對 因為父母還白癢 對 對 的確是 真的是這樣 就是逼迫媽媽要嘛 就是在旁邊陪他做作業 你盯著他 你只要一個不小心離開了 回來他就是在一些什麼 小紅書 對 對 男生不會 男生是要打遊戲吧 可是他們也會看一些影片 而且重點是那影片就是看一看 都會有一些那種 就是侵入你腦袋的那種 就是邪惡版的那種影片 一看就知道那是不對的 因為他就會講一想 我跟你講你要看開這種事 他現在不看 他以後也是會看 你現在也太早了 不是 他不是那種 你看的那種 是 我講的就是 沒有來自於都說 你是看那種 我就是講你講那種 會侵入腦袋那種 是嗎 你講那種也是會侵入腦袋 那種也OK 然後現在就會比那種 就是像我兒子就會為了說 他今天就說身體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那不然你一樣去上學 那如果真的身體有在不舒服的話 那你再請老師打電話給我 他說可是同學都有那個手錶 他們都可以自己聯絡爸爸媽媽 然後我就覺得壓力好大 怎麼一下要這個一下要那個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戴智慧手錶嗎 可以戴智慧手錶 學校沒有限制 學校不能限制智慧手錶 因為很多家長有這個需求 他要找小孩的行動 對 所以這現在就是有一點就是 好像不得不給 現在又開始流行回去 用那個以前我們老 那個Nokia這種電話給小孩 就是現在有一派家長 就是都不給智慧手錶 有 但是小孩會比較 他會來跟爸媽抱怨 為什麼我是Nokia 人家都是Apple Apple Apple 現在的小孩成長都是跟智慧型 平板在一起 所以很難讓他們不要 那學校規定智慧手錶 可以看 但是不可以通話 而且很多智慧手錶是可以講話 對 但這個限制不了 小孩子五歲的時候 沒有想辦法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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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怎麼都會這樣 他就說什麼 好有畫面 現在是因為疫情開始沒辦法 那時候就是非得要每個家 每個小孩一定 對 要線上教學 可是我覺得家長反而要比小孩 要更花心思在 學習網路的一些妹妹尬尬 他們比我們會 你要先懂 要比他們更懂 因為你知道前陣子就發生一件事情 現在他們那種什麼五六年級 四五年級他們在迷那種韓團 然後他們就會去收集那個明星小卡 然後學校就開始會有同學 就是比如說 我賣你這一張 他們就會有買賣的這一種行為 然後他們就會去開始上網說 我看TikTok 我看YouTube 但那個都會有人介紹 我今天拿了這一張小卡怎麼樣 這是不是限量的 還是什麼隱藏版的 然後如果你要買的話 那你就追蹤我的IG 然後小朋友就會直接連到IG去 然後他們就自己弄了一個帳號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都沒發現 有一次是我帶我女兒他們出門散步 我大女兒就說 要去Seven拿包裹 我就說 你要拿什麼包裹 他有包裹 對 然後說我有那個小卡的包裹 我說多少錢 他說就不敢講了 然後就到櫃台領包裹 然後那個條碼一刷出來 就兩千塊 然後就才四年級 然後我就說 他是被騙啦 我就想 因為那一個包裹的大小 真的就只有這樣子 而且是軟的 空的 然後我一看到我就說 我就說 你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兩千 他說 因為這個就是 有一點 像訂金 我說什麼訂金 我說 我就站在櫃台旁邊 我說 你現在就給我打開 我說 因為你如果被人家騙怎麼辦 因為那擺明就是一個空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不是 這是那個空包 為什麼是空包 一打開 我就說 對啊 就空包 因為裡面就是空氣 所以他沒騙你 他說空包 是 空包 他為什麼要花兩千塊買空包 對 然後我就一路上回去 我一直問他講不清楚 然後我就說 你在哪裡買 他說 我在IG買的 我就說 你現在馬上打開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聊天紀錄 原來是 小朋友他們現在沒有銀行帳戶 可以轉帳 那一個包裹其實要四千塊 但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轉訂金給我 我不知道我這四千塊 貨出給你 你會不會跑單 所以我就用一個 兩千塊的空包 讓你當訂金 我付了這個之後 然後我確實買家 我有收到這兩千 我才會把剩餘的卡 然後再寄過來一次給你 可是這些買家 這些買家都沒有限制嗎 說幾歲以上的小孩 沒有 你知道 賣東西的人他不會管理 不會 因為我後來 我IG可以打電話 我是直接打電話過去 因為我要看你這買家 到底你現在是要騙我嗎 對啊 是騙小孩 打電話過去 小孩子是小孩 小孩子 真的 現在都是小孩 那個賣家是可造之材 真的耶 那以後可以很有錢 對啊 創業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好 我就給我女兒兩條路 我就說你是要賠兩千塊 還是你還是要繼續花錢 然後不知道 你有可能被騙 因為你也不知道到底寄來 會不會又是空包 然後我女兒就說 那她還是決定要去 就是付剩下的這兩千 我說為什麼 她說 有同財壓力 對 一樣學校有同學 你在幫我買 然後我們就錢給你 然後你拿來學校 就一樣就是買賣 那女兒以後也是可塑之材 對 只是我是說 這種小朋友 這是經濟學 對 是經濟學 還有小學經濟學 但是我們怎麼樣 都沒有想到小朋友 他們現在已經是略過那種 她以後會自己進葉皇宿了 所以現在小朋友網路使用 那個使用的比大人還六 怎麼辦 你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這很可怕 小小 因為我自己有在教小朋友跳舞 然後我就有發現 小朋友他們其實人手 都是一台手機 那有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 上到一半就有小朋友坐在旁邊 我就看了一下 想說他在看什麼影片 結果他都是看那種血腥暴力 然後他們還會模仿 那種不雅的動作 就是集體小朋友模仿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 知多不雅的動作 多大的小朋友 他們差不多五六年級 你看他就問多大 我就問多不雅 媽媽跟爸爸關心的不雅 五六年級就模仿不雅 不雅一定就是不雅 很不雅的動作 譬如說什麼 就是那種男生會 就是做的那種 有點關於性的那種 我其實就是有點嚇到 想說國小生怎麼會 做這些動作 對 那妳有呵斥他們嗎 不可以 他們其實不太能罵 就是跟他們說 這個動作不好看 不要這樣做 但他們就會跟你說 為什麼不好看 就是他們覺得很好笑 這網路上的這樣 真的是家長要管 我們也不能自責老師了 老師也沒有權利去管那麼多 其實就要特別注意說 小朋友看的影片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網路上 其實家長都只會告訴小朋友說 你不可以讓陌生人看你的私密處 但他們忘記其實 還有很多人是有一些癖好的 譬如說 練腳癖 那我自己有遇過那時候 FB剛開始的時候 是有一些外國的朋友 就會加FB 他就會跟你要說 你可不可以拍你的腳 腳趾頭給我看 然後我付你多少錢 你只要拍腳 我那時候就想說 只是拍腳又沒有 又不是拍私密處 還好吧 而且他開的價錢也滿高的 就是會有一點動心 就會覺得說 想說拍個腳 腳趾頭而已 他就是只要拍腳 有人要看我的腳趾頭 我跟你講 兩百塊就可以 沒有人要看你腳趾頭 你不然跟錢人家 你不要看 你那個腳有可能 跑到那個色情網站上去 對啊 你知道因為我那時候 借我表弟玩電腦 他會玩那種網頁版的那種 單機遊戲 旁邊兩側就會出現一些 那種很怪的廣告 對 他就會出現那個什麼 腳底按摩廣告 他就點進去 就點進去之後發現 其實是色情網站 其實就是很多家長 就是要真的非常注意 就是不是只有私密處 不可以跟人家看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 就很奇怪的人 他們有那種練足癖 或是練嘎之窩什麼 要防這個防不了啊 他們有練足癖 你遇到有練法癖 練眼癖 練手癖 就是還是要保護自己 那你就要像中東遊網那樣 整個全部包起來 要包起來 就不要隨便拍照片給人家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隨便去理這些網友 不要去跟人家有互動 他可能會用這個互動去 去調查你 他就知道你在哪裡了 你知道現在電話 都可以看你在哪裡 我去做了指甲對不對 我覺得很好看 我拍下來 結果被流到色情網站 因為那個專門是練假癖 練假癖 你認真一點啦 他就有遇到過 因為是我小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 臉書也開始要流行起來了 然後就有人去問我說 那個你有在賣內褲嗎 因為我第一次遇到 他就說 我要的是就是有粉紅色 或蕾絲的那種最好 然後我說 好 那我看看網路上 我幫你找連結貼給你 然後他就說 不是 我要你穿過的 真的會有這種 他用賣褲子 褲子 因為小朋友就是 可能你那個 大概小學或是國中的時候 你給他一千塊就很多了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給我一件內褲 我就給你兩千塊 他怎麼給他兩千塊 他要跟他 很花得來 叫他買我的 真的 沒有用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點心動 然後我想說 兩千塊 因為平常我是沒有你用錢的 他下一步就會叫你跟他免交 然後你就被 沒有 他們沒有那麼複雜 他們就是要他的內褲而已 那他怎麼給他錢 他又沒有帳號 他寄現金袋給我 那時候還有現金袋 然後我也很白癡 我給他我自己家的地 好 你看 你小心 你又被綁我走了 我很好 覺得很笨 然後他就真的寄錢給我收到了 他就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出貨 然後我想說 蛤 我穿過的內褲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所以 所以我就 然後 他沒發現 他沒有警覺到 味道不太對 他沒有 他就說 那之後有需要他再來蜜 我說好 可是女生真的要保護自己 因為這種行為是不是有法律責任 買內褲沒有法律責任 要小心 可是他們是 可是他們才幾歲 他們也不懂 他就買內褲而已 咱們二手超一樣 一個不是賣毒品 OK 來 考驗父母的耐心 這一看就早就都有了 怎麼說 因為 有的看起來開心很好好不好 對 沒有 我覺得我是一個 EQ算高的人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 他是另外一個Q 對啊 就完全是 我不知道是一個什麼 應該要有個新的學名給他 這樣 因為我的女兒現在四歲 那我今天其實壓力很大 來上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抱他料 我怕他未來看到 心裡面會有 會喔 會吧對不對 青少年 我都被制止不能講他們 我也是 所以我都要偷偷講 未來是 那現在 你現在先跟未來的他 說對不起 I'm so sorry 對 爸爸今天要講你 講 其實沒有講 也是為了那幾個湊錢 未來的他聽到了 對 為了他聽到 你可以放心的 講 沒有 因為他現在四歲了 其實 嚴重講就是說 他三歲的時候 才把奶嘴給戒掉 而且沒有完全戒掉 他現在四歲的時候 晚上睡覺還是要吃嘴嘴 還是有依賴 對 你看大家都 你們有這個狀況嗎 可是我是直接就是 你愛吃到幾歲 你就吃幾歲 然後是突然有一天 我是在他面前拿刀子剁 你這樣真的會有陰影啊 我其實也跟宋哥 差不多一樣的情況 他是用菜刀嘛 對不對 我是那天已經就是 我已經忍到極限了 因為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三歲多 他任何情況 他都要吃嘴嘴嘛 對不對 他只要不開心的時候 他就要他的嘴嘴 安撫 其實都講好說 在外面 還沒有要睡午覺什麼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吃 給爸爸一個面子 可以嗎 可以 那天不一樣 他爆了 不管什麼 就要嘴嘴嘴嘴嘴嘴嘴 然後在外面所有 那個白貨公司的人 看得好像我在虐待他一樣 你知道嗎 那最後還是把嘴 塞在他嘴巴裡面 他媽媽也說 趕快給他 吃完了 回到家之後 我真的忍受不住了 因為其實也是有一點 跟太太有點氣了 就是我們都說好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候 破功 對 破功了嘛 我們人是沒有原則的 遇到小孩的時候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 先解決 當下的問題 Yes 對 那我也知道 這個問題解決了 那回到家之後 我的問題還沒解決啊 你知道嗎 而且你有跟老婆達成共識 就是我們要一起來 克服這個問題 沒錯 沒想到他給你扯後腿 扯後腿了 然後回到家裡面呢 我就是 我就直接關門之後呢 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直接從櫃子打開 然後剪刀拿出來 然後在他嘴巴 把嘴巴一抽出來 我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再這樣子了 不可以 不可以 就這樣 把他剪掉了 大哭 所以剪掉之後 媽媽的眼神 他女兒的眼神 哇 我知道這一輩子 就在這一個時刻 給他留下 最大的陰影 永生難忘 永生難忘 然後他有嚎吵大哭嗎 他很冷靜 這才是我 大悲無淚 對 這才是害怕的 痛而不言 笑而不言 他traumatized了 一年 那個臉就是 好啊 你給我記住 你給我記住 對啊 在下一刻呢 他的 大哭 你的老 對啊 對 有一些道理 好厲害 我真的是怕死 來日方長 我真的怕死 爸爸來日方長 記住你 以後就把你掉過了 不是 賣尿管 然後沖你管上 你以後倫你自己管 把你的農椅推落學院 你以後自己餵 你以後自己餵 他變拔管 報四歲那一年 你抽他奶嘴 你抽他奶嘴 抽他奶嘴 抽你奶管真的太狠了 你說他大悲無淚看著你 然後他現在好怕 那一刻 他現在真的很緊張 我剪刀掉在地上 嘴嘴也掉在地上 一半的嘴嘴 對啊 掉在地上 你好抓麻的人 對 我有抓麻 我退了幾步 靠門那邊之後 我決定 立刻我要離家出走 你叫離家出走 我就離家出走 你真的離家出走 每個小朋友都要買一些 Frozen 對 Let it go 每天Let it go 以前不會 以前都是我問他說 這個你想不想買 現在不是 現在是突然間 爸爸我要這個 好 他說因為有從 學校裡面誰誰誰有 這樣東西 以前我們不會有的時候 事情又沒得比較 因為大家都一樣求 有那個紅包飄 那個就算比較富 是 對 他有紅包飄 我很快也就會有了 我們就會去買紅包飄 保障 你去哪裡 車子裡面 拿白毛巾蓋自己的頭 要不然你去了哪裡 我真的去了 那個便利商店 對 去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然後很新鮮無阻啊 買了一手啤酒 然後到公園那邊 就坐在那邊 流浪 開了我第一瓶啤酒 就敢喝 你有沒有配嘴邊揉什麼的 沒有 小吃都沒買 然後這個時候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爸爸也住在我旁邊 他沒有買啤酒 你知道嗎 他也看起來很無準 那這時候我們必須要聊天 你知道嗎 其實剛剛一開始說 我說我這邊有一手 我也喝不完 來 你也來一瓶好了 然後他就真的喝起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倆就一起 喝完一口就一起這樣 好可憐 對 在那個時候 一開始只是交朋友 可是到那個時候 才知道互相 他也是剛剛被小朋友棄下來 因為我們家 其實下面有個很大的公園 對啊 那大家 訴苦 那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問題好像也是 小朋友就是吃東西不好 然後什麼的 挑食 挑食 就不願意吃 他也是可能 把他毒打了一段 毒打了 就是父母會後悔 會後悔 對啊 有動手 所以我們就是在那邊 不斷地把那一手鼻子喝完 然後順便懺悔 自主 然後時間也差不多到了 要滾回去了 對 然後我們就滾回去了 所以啊 我常常講 台北市各大地下廳的場 都有相似的一幕 對 那爸爸呢 車子開開開開開 停在V1 V2 V3 對 停好了 奇怪不直接上樓 因為一上樓呢 小孩老婆 排山倒海的壓力 狗啊貓啊什麼的 不進門 然後呢 在車內 然後椅子呢 放鞋 對 然後取出浴場的白色毛巾 蓋在自己的臉上 他心想說 這個世界上 我怎麼這麼孤獨 可是呢 轉頭一看 旁邊一部車 一樣的景象 對 後來發現不是旁邊一台車而已 整排都是 市場移轉 這都是 好恐怖 然後呢 這樣待了一個小時 才願意上樓 是啊 那一上樓我們一打開 小孩老婆這樣子 對啊 所以現在真的不是媽媽辛苦 其實很多爸爸們 也真的是 真的大家都很用心 對 但是IV不以為然 因為我的年紀比較年長一點 我現在開始思考 就是退休的問題了 那我現在很喜歡 就是聽一些年長的 就是媽媽們在聊他們的生活 因為我想說 很快我就可以經歷到了 OK 所以養兒不可能防老 這件事應該就是你的了 然後我最近就是 因為很喜歡泡湯 就老了就喜歡泡湯 然後就遇到一些媽媽 他們就常在聊天 我就會聽他們 我就很喜歡聽他們講話 對 他們呢 不是罵媳婦啦 罵外傭啦 就是 在罵兒子不孝順啦 泡湯真的就是容易罵這些 然後我就後來就 現在在聽了以後呢 我就會自己吸收說 未來的路 可能我們也是會一樣 那有一個媽媽呢 就是一個阿姨 我真的覺得很心疼她 她今年72歲 然後先生中風 然後本來有外傭在家裡照顧 結果後來急救變成去醫院 以後變植物人住家戶病房 然後外傭就在那裡照顧她 然後她就自己一個人生活 然後有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都完全沒有辦法理她 有一個比較孝順的 就是可能在國外住 就是你小孩栽培了這麼久 然後讓她去國外唸書 然後她就在那邊落地生根 對 然後也跟家裡不親 然後他們就一輩子 因為在努力的工作 在照顧家裡 生活物質是不錯 可是都沒有陪伴小孩 所以長大以後小孩 也不覺得我要 就是陪伴你 對 然後她就現在想說 外傭要離開了 外傭不想要每天待在院裡 然後我就覺得阿姨好可憐 她就跟朋友在說 誰介紹她哪裡的安養院比較好 她一個人去把她先生安頓在安養院 因為她沒有辦法照顧她 然後阿姨又要離開了 然後後來她就說 她看到哪一家 阿姨說不錯的 然後她就轉好幾班公車 再轉火車去看安養院 然後我就忍不住就跟她說 她看了兩三家 我說阿姨你有沒有上網看看評價 看外債是不準的 然後她就說她不會 我去採訪過安養院 那個真的是 環境很糟 然後每張床跟每張床離得好近 對啊 所以我就跟她說 你應該要看看評價 她就說她不會上網 然後我說可以親小孩幫你看一下 因為我怕我太管閒事 然後她又說 我小孩他們都說 我自己處理就好了 所以她沒有人可以問 所以呢 只能同儕的朋友跟她說哪裡哪裡 然後她就是直接就跑去 她也不知道要如何上網去看 先收集資料 對 然後交通什麼的 她都是也 就要自己去摸索 也沒有辦法說 看Google 我們知道車怎麼做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好心疼她 我就在想說 以後是不是 就是養寵物比較好 因為她不會啃老 真的 你說防老 我都不敢想 她是從無有啃過那個主人的骨頭 好可怕 聽完好傷心 對 對啊 所以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可能以後我們也是這樣子 我們也要跟上時代 就是比如說像阿姨 要被小孩淘汰 對 那如果小孩真的不理你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那阿姨心態是很好 哭完美以後 她繼續在早安養院 然後我就忍不住 我就說幫她整理了資料 說你家附近哪裡了 安養院是環境比較好的 你知道那阿姨看著我 眼光泛著淚水 她就說連我的小孩都沒有這麼好 我們只是陌生人 裸體相見 你就對我這麼好 然後她就說 她還跟我鞠躬說 阿姨好感激妳 你知道我那樣好想哭 我就想說 年紀大的人 真的你稍微給他一點點溫暖 她就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就會開始覺得說 我們真的要多學習一點 現代就是AI的東西 因為 我現在是常被小孩嫌棄 你就是 這個也不會 然後那個APP你也看不懂 你就下載 就是講沒問 多問兩句她就不耐煩 我就想起以前我對我阿嬤也是這樣 阿嬤對不起 就是覺得 好像在看文盲的那種 就是阿公阿嬤你知道 以前阿公阿嬤沒有念書嘛 然後她叫我們看什麼 或者叫他們什麼 我們都會很不耐煩 現在我就覺得說 真的是報應 現世報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們要跟上時代 不要靠小孩 當然如果小孩可以讓你靠 每一個父母都是想說 養兒絕對不能防老 但是一定會存著 一絲絲的希望 不然如果完全沒有希望 沒有人敢生 對 來 我們待會兒看一個來 好 玻璃心 輕易放棄 又輸不起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真的比較會容易有 就是比較輸不起的那種 就不像我們以前很衝 什麼就是 什麼都會想贏 那玻璃心這一點就是 我覺得我家的小孩比較 大寶比較有一點嚴重 都是偏就是比較溫的 溫一點的 所以他很多其實是不太敢 像比較刺激的東西 他都不太敢玩 但是他又不想 說出來 自尊心強 你家飛車不坐 對 所以就像前一陣子 咖啡杯不轉 就是盡量不要轉太快 對 就像我前一陣子 就帶我家的小孩去樂高樂園 但他一進去以後 臉色突然垮下來 變超臭的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心情不好 但你怎麼問他 你就說怎麼了 你看起來不開心 沒有啊 我說你不是最喜歡樂高啊 喜歡啊 我想說就是會讓媽媽覺得說 我很開心的帶你去 為什麼你現在這個情緒 但是怎麼問也問不出來 後來到 其實到很後面我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他看到裡面的那些 遊樂設施 他其實心裡是恐懼的 但他不想講 然後旁邊又有其他跟他同年 就我們朋友的孩子 女生 很想要衝上去玩 然後他就會說 一起去啊 然後我兒子就說 好啊 可以啊 但是他不 很冷靜 對 他說可以啊 但他其實心裡很害怕 然後就會讓媽媽覺得說 這時候就是好難喔 就是他們那個心是 你很難猜 對 你很難解讀 你又不能跟他太直接的戳破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媽媽有時候在 就是這個階段的孩子 會有一點覺得 我好 每天都在跟你這種動頭腦 要想怎麼跟你相處 你只能到青少年 對 又有更多了 而且尤其輸不起這個也是 就是每次 像玩遊戲啊 小時候輸了會怎麼樣 再來啊 再來一次啊 就是玩到贏為止 才要放人家回家 現在小孩子只要玩遊戲 像我們家很愛玩桌遊 只要一輸就說 那我不要玩了 這個遊戲不好玩 對 不想玩 現在小孩很容易會這樣 然後你就要 又要就是開始安撫他 然後跟他講道理 跟他講說輸也沒關係 可是你又不想讓他 因為你就會怕他 就是讓到後來 他就會覺得 像老大比較容易這樣子 對 老大會這樣 老大很容易 而且重點是他不能輸弟弟 只要輸弟弟 然後完了 他覺得沒面子 對 可是弟弟一定作弊 那跟你玩你會讓他嗎 我當然不讓啊 不讓就不能讓 我是完全都讓 改規則沒關係 可是你們家只有一個 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啊 對 就是本來我跟他贏了 他說你輸了 我輸了 我們也是 剪刀之後布 把他出石頭 他一直布 對 不行 因為家裡 現在有另外兩個就會 就這樣 他一吵 把我已經動事 他就說 就是你這個作弊啊 然後 Alan你的也是有比較新 現在開始有啦 以前感覺還沒有 可是現在慢慢開始 比如說學校裡面很多這種 公主系列的東西 四歲嘛 每個小朋友都要買一些 那個 Frozen 對 Let it go 每天Let it go 每天Let it go 然後就是他 第一次讓我感覺說 他有這樣的需求了 就是到百貨 以前不會 以前都是我問他說 這個你想不想買 那我們看好 那你要我們想買 現在不是 現在是突然間 爸爸等一下 拉回來 爸爸我要這個 好 自己會交出來 已經開始會指定了 我說為什麼你會想要買這個東西呢 我說因為我們剛看完這個 你喜歡的卡通嗎 他說不是 他說因為同學校裡面 誰誰誰有這樣東西 他們就怕被落後 比教型 對 以前我們哪有這種事情 女生特別容易 非常非常 對啊 以前我們不會有這個事情 又沒得比較 因為大家都一樣窮 對 所以大家永遠都是拿那個 竹筷子在那邊做那個 橡皮筋 槍 對 然後有那個昂阿飄 那個就算比較富有 是 對 他有昂阿飄 我很快也就會有了 我們就會去X他了 OK 好 來 再來一個 多講幾句 就見小轉生氣 見小轉生氣 對 其實除了現在小朋友 比較心很重之外 其實他的自尊心也很高 其實真的是說不得 其實罵老公可能比較容易 罵小孩其實反而比較難 原來你是這樣想的 就那種感覺又覺得說 原來你們家的教養是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 就有太多 就有那種 哈哈 對 剛才聖哥原來是這種 對 不管小孩 對 沒錯 其實罵老公可能比較容易 罵小孩其實反而比較難 所以其實有時候講一件事情 講個一次 他可能不可能會行動的 可能他只要兩三次 講到後來自己火了 還不如乾脆自己去做好了 所以久而久之就變成 這樣子好像 小朋友就也念不得 也叫不得 就變成真的育兒起來 真的非常困難 那至於說其實 因為我自己本身從小就是 Huchu Huchu體制 就是很容易 我相信在座可能很多人 因為其實現在空污的一個問題 那我自己的小朋友 其實本身也遺傳到我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常常 尤其講到這種 就是講不聽 有時候其實 我在家裡在打掃 或者是說帶出去一些 空氣比較差的環境 甚至是冷氣房進出等等 你就會發現他 Huchu的情況很嚴重 那其實你只要一不注意 哇塞 整包衛生紙全部就被他抽光了 那其實除了這個 在家裡面的狀況 自己可以拿捏 其實有時候在外面 手髒 然後揉一揉 捏一捏 其實你就更擔心說在學校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學習力 專注力等等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不只他自己其實有這種 就是Huchu這種問題 其實不只自己累 其實我們家長也很累 那其實身為營養師 又身為媽媽 其實因為自己家裡面 有小朋友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對於保健品 跟相關的一些成分 其實當然會稍微研究得更深入 那其實我也常常會被很多親朋好 或者是一些民眾會問說 營養師那針對現在的人 我們剛剛講健康很重要 那其實現代人 到底有哪些保健食品 是真的是必備的 基本的 其實前三名 第一個應該就是益生菌 對 因為其實 尤其家裡面有過敏有的人 其實益生菌其實更是必備品 那其實說實在 現在科技不斷在進步 其實保健食品 我們自己也發現 做得越來越厲害 對 設計得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家裡面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 在益生菌的部分 其實都有在下功夫 在研究 你算益生菌達人 很多種 所以我們要聽聽 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其實家裡面有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神龍長百島 真的嚐過非常多 不同的益生菌 那其實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真的是高規格設計 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 就是這個健康力的益唱名 那這個為什麼講它高規格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包裝很小包裝 所以其實它攜帶很方便 然後就直接 適口性眼膏直接倒進去 要不要配水都沒有關係 所以不配水也OK 對 那至於說為什麼我說它高規格 因為其實真的研究非常多 它這支產品本身就有 兩個小綠人的標章 所謂的小綠人就是健康食品認證 就很難拿 對 非常難拿 因為這兩個食品認證 胃腸功能改善 以及輔助調整過敏體質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一個產品要拿到 一個小綠人就非常難 它必須通過一連串的研究 我們的政府才會頒給你小綠人 但是這支產品含有兩個小綠人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都知道除了Hot Hot Hot Hot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人 尤其是大人 外食比例非常高 水喝得少 蔬菜吃得少 接下來就會怎麼樣 嗡嗡就會出問題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 抓來抓去 東抓西抓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常見 會影響到我們生活品質 所以為什麼我們才說 現代人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保健 其實益生菌絕對是首選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剛剛講 其實試過很多菌 有些根本就沒有用 但它是四菌合一 而且其中兩支菌是 所謂的專利菌 也就是它的來源是 我們人體的原生菌 我們自己人體的原生菌 所以非常符合台灣的體質 所以才可以獲得兩個 見字號的認證 再加上我覺得 因為我們常常在推薦 很多的保健食品 功能我們放在後面 最重要的是安全性 如果安全性沒有 後面功能我們就不用講了 但他們其實近十年內 每支產品都是逐批檢驗 你知道很多產品是抽驗 因為大家知道逐批成本就會高 但是它是逐批檢驗 所以可想而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 所以不論是6個月 滿6個月的小朋友 或者是被孕的婦女 甚至懷孕滿3個月的婦女 都可以使用 所以這也就是 為什麼那麼多醫療同業人員 醫生 營養師都有在使用 甚至給自己家人的小朋友使用 像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使用了之後 發現七日有感 真的鼻子 就是Huchy Huchy的問題 我七天就能改善 對 Huchy Huchy的問題明顯改善 當然你就 其實說實在 你不會一直打噴嚏 其實你的情緒 專注力 學習力 也會跟著改善 所以小孩如果吃很久 一直都沒有改善 然後他就會放棄 對 其實既有感的話 他就覺得說 不要說他會放棄 連我們都會放棄 對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他除了四菌合一之外 他還有所謂的膳食纖維 我們現代人非常缺的 也可以提供好菌 所需要的一個營養來源 而且很好吃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他有一個 非常大的特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外面氣溫真的很高 那其實我們知道 很多保健食品是宅配的 但是它是全程低溫宅配 你就可以知道 因為菌本身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 很熱的車廂裡面 都可能會死人 那菌會不會死掉 所以它是全程低溫宅配 而且它有三層 動筋包買技術 所以真正送大家 到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是可以保持它的完成 所以運送過程當中 那個菌就不會死掉 所以當然送到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真的 獲得它的一個功能 所以才可以達到 七日有感的一個功能 OK 而且我剛剛吃的 那個味道還真的滿好吃的 很好吃 有的東西做的 人家吃起來 我們覺得不好吃 那小朋友久而久之也會排斥 但我剛剛吃下去的感覺 就很像多多的感覺 對 其實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的 一包一包方便性 再加上因為它粉末很細 所以其實試口性也很高 而且味道就像玉琳哥說的 就是多多的口味 所以小朋友其實有時候會 一天要跟我要很多吧 對 但是我就是基本上一包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了 小朋友幾歲可以開始吃 滿六個月就可以了 對 所以它為什麼就是粉末做很細 所以其實年齡層 其實都 使用起來都很方便 那如果懷孕的媽媽可以吃嗎 滿三個月就可以 OK 對 所以你要直接 像大家剛剛是直接倒嘴巴 或者你加在果汁等等 其實裡面都可以使用 有千位醫師一致推薦 對 其實不只醫師 很多營養師 同業人員 醫療人員都有在使用 OK 等於是 兩個小巨人標章 等於是國家幫你掛雙重的保證 而且馬上有感 對 安全性非常的高 七天就能改善也滿有改的 對 好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上11點熱炒店的粉專 來了解 好 來 育兒路上 還有遇到哪些問題呢 我們再來看看 沒有自己解決事情的能力 這也不要說小孩 很多大人也沒有 對 可是我覺得 現在小孩是更嚴重 因為以前假設 我們在學校交友有狀況的話 我們會自己想辦法解決 比如說今天 我如果覺得你們原本跟我玩在一起 但是你突然不跟我玩 我可能就會自己想說 那我去找別人玩 或者是直接問 到底你們幹嘛不跟我玩什麼的 就不會回家說跟爸爸媽媽抱怨 可是因為我遇到這件事情是 原本我又跟我女兒他們說 你學校有狀況很嚴重的 你跟我講 那相關這種問題 你就自己解決不用煩我 可是我遇到的是對方媽媽 一個月內打了四五個電話給我 就是她 直升機父母 對 她就說 你有沒有聽說 你女兒他們原本四個人玩在一起 但他們這一次 怎麼突然三個玩在一起 我女兒回來說 他們三個好像有排擠她 你要不要問一下 你女兒發生什麼事 我就好 跟大家聊了一下 聊半個小時 掛上電話 我就問我女兒 我就說 發生什麼事情 你有欺負人家嗎 她說 我沒有欺負人家 媽咪 你不要冤枉我 你問都沒有問 你就誤會我 是對方那個女生 自己就是又找了別的一些小朋友 然後去排擠他們三個 那我後來 我又要打電話 跟這個對方父母解釋 這一件事情 好啦 又過幾天 那一個媽媽又打電話來 她說 但我最近聽說的又不是這樣 感覺是 是你女兒帶頭 就開始在講我女兒 那我也覺得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再問 我就一定會再問更清楚 又問了我女兒 可是因為 大的現在已經是11歲了 他11歲他就會覺得 媽咪 為什麼你要相信外面的人 我講的話 為什麼你都不相信 然後我就也得跟他解釋 因為對方的父母 媽媽打電話來 你知道這一通 一個月內打到第五通的時候 我受不了了 我跟對方那個家長 我就說 媽媽 我說 你要不要 讓小孩自己去解決這一件事情 你是沒有朋友 是不是 我說 孩子他們現在都已經四年級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 他們自己有解決能力的那種方法 那你又不放手 你每天這樣來煩我 我有工作要顧 我有家庭要顧 我有自己的社交圈 我不是一天到晚在接你電話 對啊 對 然後他媽媽就也覺得 喔 原來你是這樣想的 就那種感覺又覺得說 原來你們家的教養是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 就有太多媽媽 他們的狀態 聖哥原來是 對 沒錯 所以好爛喔 學得好像 對不對 妳怎麼那麼會學 因為我也是過來人 妳怎麼好像就是那個媽媽一樣 就是小孩現在一點自己解決 事情能力完全沒有 有任何大事 小事交友的事 一定都回去找媽媽 那從哪以後呢 那個媽媽就不打電話給你了 我都講成這樣了 他還打 對啊 不能打 不可能 再打就封鎖 對啊 再打死都不接好不好 不要接 OK OK 好 來 不順他們的意就鬧事 像我就是覺得小孩 現在我就很重視說 你一定要自己解決問題 對 因為我覺得你書念多少沒有關係 但是你以後遇到問題 也沒問題 但是你不會解決就完蛋了 對 現在暑假 就是兒子的鋼琴課 現在就掉在可能不是以前上課的時間 然後要上課前一天 我跟他說你明天有鋼琴課 他說幾點 我說五點 他說我那時候要去打寶可夢 什麼八週年限定版 那很重要的樣子 真的嗎 就一起來 他平常非常的宅 但是呢 只要哪裡有什麼道館可以打 他馬上咻就跑出去 然後那天就跟我說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說好 你跟老師喬好就好了 我沒有意見 結果後來他就說 我今天想睡覺 明天再打 我說明天就要上課了 你不要臨時跟人家改 他說不會 我明天早上要跟老師說 到了五點要出門 四點的時候 五點要去打道館的時候 他突然想起他要上鋼琴課 開始打電話給老師說 老師可不可以玩一個小時上課 結果後來老師就說 我說我已經叫你解決了 你就不願意去面對 臨時你怎麼可以跟老師改時間 人家來一趟一路也很遠 結果後來 他就在那邊 關著房間鎖起來 我怎麼敲門他都不開 就在那邊開始發脾氣了 然後後來就在那邊垂牆壁你知道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EQ還滿好的孩子 可能寶可夢八週年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我聽起來真的滿重要 青少年會有這種情緒波動 我覺得很奇怪 這麼嚴重 後來我就不想 就不想看他 我就想反正剛才老師來了 你就面對上課吧 然後我就離開了 結果後來回來的時候 看他已經好了在上課 後來事後的時候我才知道 我兒子就是頭流血 他去撞牆壁 老師跟我說 他在房間裡面10分鐘都沒有出來 就在裡面噴噴噴噴 不在幹嘛 可能自殘 可能太生氣了 他在房間裡面10分鐘都沒有出來 就在裡面噴噴噴噴 不在幹嘛 可能自殘 可能太生氣了 然後他就很 對啊 結果後來 我也不知道他會這樣 因為從來沒有過 那他撞破頭了 老師還堅持要教 對 老師有進來 你看那部景象那個雪藝點 你滴就滴在白色的琴鍵上面 後來老師就給他敲門 老師去關心他 然後老師第一次去給他敲門 他說 老師跟我說 他哭著說 老師不好意思 你給我10分鐘整理一下情緒 他在裡面哭了10分鐘 那他至少還會一起去管理 像有些小朋友他不願意上 他還會說謊騙嗎 媽媽媽媽 我之前去那個家教 然後他們小朋友就是很不想上課 是你上家教還是你教 我上家教 我去教那個小朋友 你是家教老師 對… 你教收音嗎 不是 他那個是蹦頭 你教什麼 鋼琴 但是不是教 古典鋼琴嗎 流行鋼琴 流行鋼琴這樣子 然後那小朋友死活不想上課 然後有一次上完課 他自己去玩 然後撞到牆壁 然後就騙他媽媽說 然後他媽媽就把我給開除了 所以也是男孩嗎 男孩 對啊 誰啊 這些鬼就拿牆壁告 真的 人家說生兒子 我們不能這樣子講 派派是男孩 派派也是男孩 我要擔心了 很調皮嗎 現在 真的很調皮 而且他現在會 妳有被他打過嗎 有 昨天 而且他一打我我就這樣 然後就把他這樣丟去那個沙發 然後爸爸就這樣 你不要這樣一抱自抱 其實相關的網路文章非常多 有的小孩脾氣暴躁 動不動就生氣 那爸爸媽媽想說完蛋了 他以後長大一張 焦慮 對 變得沒辦法 而且媽媽特別會自責 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沒有把他教好 他們會在有一天一覺醒來 好了 沒錯 你就是要不離不棄的陪伴 對…就陪伴 我跟你講 所以後來現在主流的意見是說 小孩沒有問題 小孩的所有問題 都是爸媽的問題 爸媽的焦慮 有可能 爸媽自己有問題 才會搞得小孩有問題 有啊 有可能 爸媽自己做不好 所以小孩才會有這些問題 OK 好 來 接下來 幫他怎麼樣呢 收拾爛攤子 兩次 因為我們家就是正好是一男一女 所以剛好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對 那至於剛才玉琳哥講的 小孩都沒有問題 都是爸媽的問題 絕對不能讓我們家哥哥聽到 所以他就會不斷的延伸 然後去合理他的錯誤 其實我幫他收過太多爛攤子了 而且我軟的也講 好的也講 兇的也講 威脅也講 我也講過說你再繼續這樣下去 你可能會被警察抓走 你會被關 沒有學校上了 對 他會回我說 媽媽 我還沒有18歲 他會哭 他有哭哭的 正確管 你兒子是可照之彩 異常的冷靜 真的有這種說法說 兒子越皮其實是越聰明 我其實真的不要求他多聰明 我只希望我命可以長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家每天就是 氣壞了 對 一直在生氣 一直在生氣 然後就是每天都是 我因為他這樣子 所以我變得跟老師感情很好 因為老師都會一直這樣 要團結 對 然後甚至老師還會 打電話給我說 今天媽媽 今天不是你們家哥哥 是誰誰誰 要跟我訴苦 對 因為他可能知道說 我會比較了解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家哥哥就是 從小班 中班 大班 到現在小學 就是不斷地 我就是一致跟每一屆的老師 都非常好 他現在幾歲 他現在八歲 你怕你等不到那一天 那還 不會啦 自己就先氣死了 我只能夠祝福你 益生菌多吃一點 好啦 祝福所有的天下父母心 真的不要太焦慮 然後多吃一點益生菌 讓自己靜止 然後我發覺 像我的小孩現在在 青春期跟我頂嘴 他頂嘴就是那種 他們會有這種 Whatever 媽媽 我也會說 OK Whatever 好可愛 反正他怎麼對你 就對他 你叛逆我也叛逆 你們家就是我愛 沒有 他們會有這種表情 Like 媽媽你不懂 I'm like Whatever 你才不懂 這樣子 我說我大學已經畢業 大學根本還沒考上 他們就閉嘴 而且你還是知名大學了對不對 對 怎麼樣 你考考看 講出來嚇死他們 什麼學校 他們 對 我就跟小孩講 你考得上UCLA嗎 現在你考得上 UCLA 你考得到UCLA嗎 你考得上UCLA嗎 不是啊 我是運氣好 運氣好 那個年代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好啦 小孩 可愛歸可愛 但不好戴 真的 能夠說養育小孩的過程當中 就是充滿經濟 就是把它當什麼你知道嗎 逆境菩薩就對了 修練修練 對 所以千萬不要再相信 養兒可以防老 很多時候是 小心養老鼠的時候 要咬你的布袋 好 祝福大家快快樂樂 育兒順利 開開樂樂樂 謝謝大家 謝謝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